这个时候的确是有女学生跟我表示喜欢我的意思 密度浪潮推动性评三法修法 最受瞩目的是修法将对师生恋新增规范 校长和教职员如果触法 最重可处终身解聘 而台湾最有名的师生恋案例 莫过于他 2015年黄国昌接受访问时 被媒体问到还记不记得女学生们的名字 黄国昌现实沉默几秒 又结巴地说他忘了 原本在镜头前的好口才 谁决定今天会看到这里的 谁决定会看到这里 将对不起的地方 瞬间变得支支吾吾 不好意思 我有点忘了 指着别人声音很大 标准也很高 但谈到自己的事情 像是失声恋 她先甩锅说女同学先喜欢她 或是近期她被踢爆 把她家土地租给邻居违规当停车场 黄国昌也推给高龄母亲 然后说不清楚陈主任状况 根本是能推就推 能避就避 不好意思 才有够高的啦 清明三法最快8月上路 虽然没有办法回溯就责黄国昌 但她当年的有点忘了 不好意思 我有点忘了 让大家实在很难忘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